有請法務部次長 蔡次長請 次長你好 我今天要問的 主要是關於財團法人法 因為最近 立法院也在討論說要開臨時會 那有黨團的領導也說 關於財團法人法希望在臨時會處理 那我只是想知道說 目前我們部裡面 有草案了嗎 那你們目前預定的時程怎樣 那因為之前其實 4月的時候好像有送過一個嘛 後來又撤回去 那你們新的版本跟舊的版本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市長這邊能不能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因為 我剛來 那這一個部分是法律事務司的 那有 據我所了解的 那我同僚更有告知轉知 他已經在演繹當中 演繹當中 那來得及嗎 是不是可以請 相關的這個負責的 有嗎 財團法人 還是你們都不知道 財團法人 因為這個喔 回到前夜 11月22號 總統 蔡總統召集這個決策協調會議有談 要針對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 要求行政院各部會一個月內清查 並請行政院年底提出財團法人法的草案 對 市長 年底 我想這個年底應該 不是指就立年年底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因為 如果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相信因為 我們目前來講 回去會馬上去確認這個 不是啊 所以你們現在部裡面連這個進度都不是很清楚嗎 不是 跟市長 那個委員報告 因為我法律書是不是 我知道 有沒有相關長官 還是你們這邊今天來的都不清楚 今天來的是針對那個 我知道 屏幕不同 那法務部這邊 今天來的長官都沒有人可以提一下 目前進度怎樣 因為我們 至少我們立法院這邊很關心 我們臨時會到底 要不要把這個財團法人法放進去啊 是 這個我會把委員的關心馬上帶回去 一點訊息都沒有嗎 我 我馬上 馬上 問一下 哇 所以 部裡面現在 在你們的部會裡面 這個還沒有上 上議程嗎 有積極 有積極在演議當中啦 這個我側側面了解有積極演議當中 你知道我們下禮拜就要開談話會 是 要確定臨時會的議程 是 阿如果法務部這邊沒有草案 或草案都還沒有出來 你們還要送院會嘛 對不對 是 阿這個時辰來得及嗎 馬上 馬上 馬上簽 那 那接下來 真的也不知道怎麼問了齁 你們四月有個版本 那你們新的版本的方向 這邊有長官可以講一下嗎 跟過去版本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跟過去版本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對不起齁 不是偷襲你們 而是這個議題其實立法院已經談滿久 所以我想說 今天法務部有代表來 應該是可以提供一些資訊給我們 跟委員報告我們副市長 OK 我剛剛有請那個 那個 我們的法律事務司的總司長 他 我們已經報給行政院 現在正在 所以草案已經出來了嘛 是 對不對 那內容咧 這邊可以討論嗎 還是你們也不清楚內容是什麼 不是我們主管的法案 所以 如果要草案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一份 齁 所以 那 時辰呢 你們現在報行政院 那院會什麼時候會處理 那就要看行政院那個審查的進度 其他部會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齁 那 這邊可不可以跟市長 市長這邊討論一下齁 媒體這邊講齁 關於有新增日產條款 那就說 就說啊 如果這個 財團法人他有一些接收日產 那現在有個看法是想把日產 就直接界定為國產 齁 這時候就不會有這個所謂到底 這個 財團法人之間從屬的問題 因為 你看下一頁齁 其實齁 不是我們關心的這個什麼 唐協、郵政協會或電信 連財團法人 台灣鐵路局管理 鐵路管理局職工福利委員會 連職工福利委員會都是財團法人 這邊還有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也是財團法人 台灣省農林廳林務局的職工福利委員會 也是財團法人 台灣省教育會也是 這邊叫社團法人 那這裡面其實有很多跟當時接收日產 這是你們次長陳明堂指出的齁 在財團法人法草案新增條文中有接收日產條款 那是不是請問次長這邊齁 這個日產的認定誰來認定 跟委員報告 因為就陳如剛剛委員指教的齁 這一個部分是陳正次他負責的部分 所以你也沒辦法回答 我剛來一個月也很抱歉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那我只是想請問 那這個日產就從你們 有長官可以 這個如果日產 譬如說因為它有不同的主管單位 是 然後它下面跟它相關財團法人 裡面有日產 那這個日產是誰去爭議 應該不是法務這邊出來爭議嗎 因為既然有 各主管機關去跟它各相關的財團法人 去爭這個日產 那這以後會不會有認定的問題 那以後會不會很多官司會發生 對 謝謝委員的指教 因為就陳如委員所提出來這麼多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主管部會 這部分一定會詳細去研議 因為這部分我回去一定 雖然不是我來分工的 但是我一定也是詳細去瞭解 謝謝 對啊 因為我 好吧 這邊只好我這邊自己再闡述 因為我覺得這邊就會有一個認定的問題 就是說日產 如何去把它認定 然後你要去爭議它 那怎麼去轉為國有 這個我們黨產委員會可能有類似的 可是黨委員會很清楚 他是針對的對象 是針對黨產跟附水組織嘛 可是你如果是各部會去爭議這個事情 這怎麼規範啊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會來質詢 就是我對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好奇 就是法務部的這個立場 還有你這個機制是怎麼建立 是統一嗎 應該不是吧 那各部會去爭執的話 這個事情會發生時間會很久 那很廣泛 謝謝委員 我們剛剛在探知到 行政院在這個禮拜 連續要連審三天 他就盡量能夠在年底之前 最起碼在明年年初 就要把這個把它確定 所以這部分的訊息再提供給委員 所以應該年初的時候就會送來 我們臨時會的時候就會送來立法院就對了 應該是這樣子 好吧 那最後一個 我想其他就要跳過去 最後一個 不知道市長是不是可以回答的問題 那到底同婚立專法 這個法務部到底立場是什麼 能不能澄清一下 跟 是伴侶法呢 婚姻法呢 還是沒有這個 這都謠言 還是只是研究案 沒有 現在我們 你不要講說我來一個月 所以我也不知道 保護部 對這部分來講 我們是有委託國立清華大協 對啊 我知道你們有研究案 其實部長他講得非常的明確 那麼這個 我們委託清華大協的那個期程 他們有提前 就是把這個期程 也把它做了一個結果出來 那部長所指的 就是這個研究案的期程 並不是不關提案 所以是研究案 研究案 不是說你們會有一個法案 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 我們委員在審立的時候 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資料 那我們是委呦 這個國立清華大協 他就各個 市長 那委員會在審查的時候 那為什麼這些資料 部裡面沒有提供 部裡面沒有表達你們的 因為這些資料要在 這個研究的看法 我知道 要在明年 部長有來啦 可是我意思說 部長在審查的過程裡面 其實沒有談這些事情 謝謝委員 因為這些資料 要在明年的二月 才會有一個 一個資料出來 所以 部長所指的就是 這一部分 我們委由 我們是不是把它澄清 是明年二月 這個研究案 會結案 會給你們一個報告 他們會給我們一個報告 對 所以這研究案 有沒有其中報告 其中報告 沒有一些其他的建議 你們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可以提嗎 有沒有 沒有 這一部分 我可能要再深入了解以後 再跟委員報告 我雖然不是本委員會的 可是 參與審查過程裡面 我比較覺得有趣的是 當時 部裡面好像都沒有提供這個訊息 媒體上有提 你們有一個研究案 可是 就像我前面講 研究案如果不是你們的一個法案 草案的話 那為什麼這研究案這麼重要 會變成大家誤以為說 你們是有一個新的想法 那委員會審查的時候不提 那未來在政黨協商再殺進來 這個 蔡宇委員都提了專章了 所以我意思是說 法務部的這個立場 是不是要更清楚一點 不要是重要法案 變得院裡面或是部裡面 好像都沒有立場這樣 我們會把委員寶貴的意見 帶回去 其實 就像剛剛委員指教的 這個部分確實牽涉到 我們國人很多 很多多方面的一些意見 我們要把這些寶貴的意見 希望能夠得到 大部分的 市長我最後一個問題 那到底這個研究案的方向是什麼 他的建議是什麼 因為還沒有拿到 還沒有拿到 所以 我沒辦法跟委員確定 所以不是專法或是民法或這個 沒有一個很確切的方向嗎 這部分沒辦法 還沒有拿到 對啦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自己部裡面 這樣質詢裡面 你們都沒辦法有一個清楚的態度 可是媒體已經傳翻了 就是說 你們會有一個專法出來 我想委員這些意見 我們都會帶回去 帶回去 我們會好好的 如果有的話 真的要趁早拿出來 好 不要偷襲我們立法院 謝謝 謝謝委員的指教 謝謝 下一位請黃國昌委員 黃國昌委員 黃國昌委員 黃國昌委員不在 請林立產委員